Hello 大家好 主春奴 加加加 加下甚麼都加 只是人工就不加 不過交支會今天舉行平常大會 對於車主而言肯定是壞消息 交局局長林衍生表示 政府計劃在今年11月和12月起 調升使用率較高的7個公共停車場收費 大家聽著 包括清茂口岸停車場 南環柏湖 柏威 華士古達加馬花園停車場 清沖大廈拍位 以及數學生廣場停車場的停泊費用 以提高公共停車場的車位流動性和 鼓勵駕駛者分流使用 泊車率較低的公共停車場 至於其他公共停車場 局方說暫未有調整收費的計劃 買買樂 日本生活超市質優寬靚 設合優質生活的你 不少限定版 特別版 例如GoDiver咖啡 山崎梭打酒等 肯有一款適合你 做貓奴的 還有優質優價的日本貓糧 讓你老闆慢慢享受 快點來找我們 買滿280 包全線以拜拿貨服務 非常方便 消費滿100元以上 在結帳時說看了珠珠張爐 就可以獲得折扣 有限期至11月30日 還不快點來買東西 微信、電郵、電話都可以落單 手機APP將於年底上市 我們繼續說一下 加了價後收多少 一個小時 林衍申表示 清茂口岸停車場 首月1日起調整收費 輕營汽車日間 上午8點到晚上8點前 每小時收10元 夜晚8點到第二早8點收8元 電單車日間每小時收4元 夜間收3元 都加多少 其餘6個停一場收費 由12月1日起調整 輕營汽車日間上午8點到晚8點 每小時收8元 加了2元 不夠清貿那邊加4元 夜間由3元加到4元 電單車日間每小時3元 夜間過半 而有關停一場的月票價格 亦會同步調整 大家不要以為月票不加 月票一樣加 交局說計劃調整費率的7個公共停車一場 泊車率一直維持高水平 部分地點即使有其他泊車率較低的公共停車一場 但礙於使用習慣 司機未必會選用 相反會佔用其一場入口道路等位置 造成阻塞交通等問題 卻時有發生 我想局長在說 清茂口岸停車門口經常阻塞道路 有網民相信車主很有意見 說要豪氣公立一場加價 下一步是否準備增加交通為例的罰款 人工又不加其他甚麼都加 政府喜歡怎樣就怎樣 加價又不見他 找一輪話找專家諮詢 你以為這次打工仔 終於有人工加 實際轉頭 政府帶頭推高通脹 有網民說 多人用的停車場要加價 少人用的是否要減價 公平一點 又似乎有道理 雖然加幾元雞好像不太多 不過加幅是頗大的 清茂口岸加4元 加幅6.6元 至於其他停車場加2元 但加幅有3.3元 我們加工哪有這麼多 這一波加幅 當然對一些經常出關 拍車是清貿的人有影響 就拍過對面清州方那些 但對於一些在南環那邊 或者身口岸那邊上班的人 尤其不少公務員 以及銀行職員等等 公司職員影響比較大 如果你開車上班 一日計就拍9個小時 都不計你開OT 8元個小時就72元 如果一個月回22日工 就要花1584元 這是最低消費 如果6元算 就花1188元 多了幾個水 養車的成本又高了 如果家裏那邊 自己又要租車位 肯定比較重 不過澳門養車還好 比香港還便宜 香港很貴的 養車要成皮的一個月 好 這一集再見 謝謝大家 支持我的數片 未截圖以為麻 多謝你們 我們下集見